让你可以转获为辅 这个就是经营命运最重要的学问 而这一个学问在了凡视讯当中 谈得很清楚 袁了凡先生本来只可以活到53岁 后来因为鸡公雷德 他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是69岁 最后他活到七十几岁 足足延长了20岁 所以命运是可以改的 命运是谁定的 这个道理一定要明白 才能活得坦坦荡荡 活得自己去主宰命运 那为什么行善不能等 在911事件 两栋金融大楼瞬间垮下来 请问这两栋大楼里面有多少人 太多人了 我跟我的学生讲 我说这两栋大楼是全世界很多连锁金融行业的总部 这一些人的财富都是顶级的 不愁吃穿 他们昨天可能还吃着一顿要五千块的饭 你相不相信 他却不知道明天他将一命呜呼 对啊 所以你有钱没用啊 不能化险为宜 我有一个长辈啊 他的朋友 在这一栋大楼啊 足足工作了几十年 几十年 从来没有迟到 因为我们上一辈的人啊 很守信用的 他们比起我们来讲 对这做人的原则啊 是很有坚持性的 所以他那个朋友从来没有迟到过 刚好在9月10号啊 上床睡觉 怎么翻啊 都睡不着 也不知道翻到什么时候睡着了 早上醒过来 表一看 啊 迟到了 早餐都没吃啊 往地铁冲 当他走出纽约地铁的时候啊 大楼怎么样 塌下来了 所以啊 人生啊 一饮一着 莫非前定啊 炎王要你三根石 不能留你到五经啊 你的命运真正劫难来了 你假如没有足够的 福分啊 是化不掉的 所以我做一个比喻啊 行善呢 就好像在银行存钱一样 今天你存了20万 结果呢 这个灾难要你30万 你刚好怎么样 不够 连命怎么样 赔给他啦 假如你存了40万 这一次灾难要你30万 你就化险回忆啦 所以该存的时候怎么样 赶快存啊 行善要及时啊 不能等啊 多少富贵之人意外来的时候 就这样匆匆走了啊 很多啊 诸位朋友 我们走了没关系啊 我们走了之后 有多少人伤心欲绝啊 人活着不是只有为自己活啊 要能够为所有的亲人去活 人生有三件事最遗憾 第一个 老年上子 中年上妻啊 上夫啊 少年 上母 上父 我们这是人生啊 三件很不幸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 白法人啊 送黑法人 那个会让人啊 肝肠 寸断 而你看有多少年轻人 可能都演出这一场戏 让他的父母啊 受死 所以一个人如何人生能够 逢凶化吉 一定要及时行善 人生啊 绝对不要让这些遗憾 降临在我们的身旁 我们已经回报父母恩都来不及了 绝对不能让这种遗憾的事啊 发生 所以我也有朋友啊 他的太太走了 很年轻啊 孩子刚生出来 这样是三种不幸啊 同时什么 同时产生 是不是 太太走了 他的父母 白法人 送黑法人 他是中年上妻啊 他的孩子刚生出来啊 幼年上母啊 三不幸同时在啊 所以行善啊 绝对等不得 你的存款要很充足啊 人生会过得安安稳稳 所以命运确实有啊 但是要靠自己呢 再去创造更好的命 我的首相啊 生命线特别短 断掉了 幸好啊 我五六年前啊 就闻到啊 圣邪学问啊 不然我可能现在也不能见大家 因为我记得啊 我在29岁到30岁那一年 就觉得身体很不舒服 开车还会开到睡着 真的 开高速公路啊 真的 你莫名其妙怎么这么累 结果就睡着了 一睡着啊 刚好压到旁边那个突出来的地方 忽然醒过来 觉得自己好像生死一瞬间 但是我相信啊 因为啊 祖宗有积德啦 我们说积善之家庇有余情 那自己呢 这几年也是尽心尽力在教学啊 冥冥当中啊 有保佑啦 所以能够啊 化掉 但是人生的灾难啊 绝对不是只有一个 你要更积极行善啊 把这些灾难都化掉 当然啊 我们化掉灾难不是说 自己能够幸免啊 重点不在这 再能希望利用往后的人生啊 为家庭 为社会啊 多做一些事情 人生啊 难得来这么一次啊 有责任啊 把自己啊 好好奉献出来 所以诸位朋友 行善不能等 台湾有一位艺人啊 叫许孝顺 他在921大地震前一天晚上 9月20号 到山 南投的山区啊 去拍外景 去拍外景 结果他们上去是要拍飞鼠 一爬到山上去 而且还是原住民啊 当地的人 当向导带他们 结果拍的时候 一只也拍不到 平常那个地方是 飞鼠出没最多的地方 结果原住民一看 不对劲 赶快下山 大地震要来的时候 只有一种动物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是人 为什么人在这个天地之间 这么不敏锐啊 为什么 神已经被欲望啊 把他本有的那种能力啊 都避设住了 动物没啥欲望啊 动物每天能吃饱就好了 他不会想要去害人啊 是吧 所以他很清澈啊 地震还没发生以前 那个能量已经什么 传递出来 他马上有感觉 就赶快行动 所以大地震以前 很多的蚯蚓都搬家 很多很多动物都有异象出现 当他们往山下赶 还没赶到山 山伴腰的时候地震就来 921大地震不是这样摇 921大地震是上下震 所以倒了很多房子 死了两千多个人 他那个摇晃的时候啊 就好像一阵巨响啊 就这样轰轰轰就这样传递过来 当场在挤挤的人啊 想到都会起多数 在元朝的时候 有一个孝子叫李忠 他们那整个乡镇啊 发生大地震 元朝天灾很多 因为元朝的沙啊 沙路太多了 所以啊赶来很多灾难 结果当地震来的时候啊 所有的房子都倒了 李忠啊 是一个孝子 所以震脉啊 震到他们家的时候 突然分成两条 然后呢 过了他们家之后 又合成一条 继续震 这个在史书上有记载 为什么 他的德嘛 他的善嘛 所以就把他的 劫难化掉 孝子无哉啊 多少孝子免于老虎的口中啊 所以这个真实不虚啊 一个人友善的时候啊 是不可能会遭难的 那我也不知道 许孝孙为什么 刚好他活着 后来有一次 他在接受访问啊 我终于知道 他为什么可以活着 那一次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啊 他说 我这一生啊 假如有一杯水喝啊 保证我母亲 一定有一碗白米饭吃啊 他那讲的时候 非常真诚 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啊 他那个孝心 不是言语的孝心 是打从心里的孝心 所以他的孝心啊 化了他这一次大灾难 所以行孝 行善啊 不能等 那我们既然知道善这么重要 就要赶快啊 起而行之 绝对不是明天才开始做 什么时候开始啊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 善啊 可以从十个角度去看 这个也是了凡先生整理的 十个相度的行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把它分的啦 我们把它分成 对人对事对物如何行善 我们看第一个 爱敬存心 这个跟刚刚讲 刚刚说改过要从什么 心改 行善啊 也要从心行 心就是行啊 因为有这一份心 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所以一个人能够死死 存着爱人 敬人的态度 那他敢得的是什么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所以从心上啊 实实存爱心 存恭敬心 这个人一定啊 实实处处都在 做善事 那这一份爱心跟恭敬心 除了对我们身旁的人之外 还要对谁 还要对啊 古圣先贤 对我们的老祖宗都要存在 所谓事实者 如事生 我们要不忘孔夫子教会 不忘孟夫子的教会 不忘圣贤人的教会 所以那一个小朋友 防空演习 第一个想到的是 孔子相啊 这相当难得 那对于我们 往后的子子孙孙啊 你也要有 爱尽存心 这一点我们现在人 做得太差了 因为物欲恨流啊 只想到什么 我要怎么享受啊 至于我享受的过程 破坏了环境 造成了多少后果啊 我不管啊 所以现在人这种态度啊 真的是很可悲啊 我们不能让这种态度啊 继续延续下去 就要从我们自己开始 连对于往后的人 都有爱尽之心 我们到家有八仙 其中吕洞宾的老师 是钟礼啊 钟礼呢 要教吕洞宾一个法术 叫点铁成金 这方法好不好 哇你学好之后 点下去的铁变金子 钟礼就跟他说啊 你这一个方法学完之后 你看到贫穷的人 点一下就可以帮助他 这个时候啊 吕洞宾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铁变金啊 以后会不会变回来 会不会又变回铁 钟礼说啊 五百年之后会变回来 吕洞宾说啊 那我害了五百年以后的人 所以这种事我不干 他的老师说啊 成仙要积三千公恨啊 你这一念心啊 已经满了 三千公恨都满了 因为他不只能想到当下的人 连五百年后的人 他都能够去爱护 代表他的心啊 非常的仁慑 所以时时啊 提醒自己 爱敬存心 你的爱心跟恭敬心 一定会表现在你的 言语行为态度之中 好第二个 我们要敬重尊长 敬老尊贤 是中国人 圣贤教诲的一个美德 敬老 敬重尊长 也要尊敬贤人之人 古代的礼仪啊 对有道德学问的人 特别尊敬 诸位朋友 这样是不是不平等 西方的平等啊 你要理解正确 他的平等是告诉你 一个人都有一张票头啊 不代表每一个人 对社会的贡献是一样的 而你当每一个人 都平等的时候 一个宰相跟一个乞丐平等 乞丐会怎么样 傲慢 瞧不起人啊 所以恭敬之心啊 要从他对社会的贡献 来定理啊 这样才有次第啊 不然整个社会 谁也不怕谁啊 乱成一团 所以当这个人很有德行 又是国家的重要干部 而且又常常爱护人民 时时啊 你一定一些对国家有利的政策 难道你见到这样的好官 你连个理都不主动跟他行吗 而且当我们在对贤德之人 有利的时候 是给我们的子孙啊 学生一个什么 好榜样啊 教导他们见贤 施旗啊 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多的态度啊 他都有深远的影响 只是我们现在子孙 没有去深入理解啊 就没有判断力啊 所以尊贤重要 那尊重老人家更重要 老人家对社会的贡献 比我们时间长 没有上一代哪来的 下一代啊 所以圣中追缘啊 人民才能够纯朴厚道 所谓明德才会归后啊 这些教诲啊 太重要了 我们这一次到厦门去演讲 也来了很多啊 像徐州也有人去 其中有一个是福建当地 一个地方叫隆岩 去了几位老师 其中有一位老师啊 他上台来分享 非常有 有意义 他说我是来上完课啊 才知道 孝是德行的本 才知道 夫子在孝经里面说 福孝 德之 是本也啊 但是他这一份明摆啊 不是文字上的明摆 他是印证了这句话 真实不虚 因为啊 他的乡里啊 完全都是姓吴的 他们整个村落啊 分成十几个单位 他是其中一个单位 他们那一个单位啊 有四十几户人家 四十几户 出了108个大学毕业生 大学以上毕业生 108个 只有一个人 没大学毕业 而且这一个人 还是考上之后 读到一半退下来 所以是没有一个人 考不上大学 那为什么他们这一个 四十几户人家的素质这么好 因为他们从小啊 长者就告诉他 亲民节啊 重要节日 春节一定要回来 看父母 这个叫念恩啊 不忘本啊 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啊 所有的孩子都陪母亲去礼佛 去上乡 不是去玩啊 礼完佛上完乡 把母亲送回来之后 再去拜访整个乡里的长者 跟他们拜年 现在还有这种地方呢 拜完年之后 所有同辈的 这一些亲朋好友 聚集在他们 这一个乡里面的一个小学 一起讨论 这一年来 读书的心得 工作的经验 互相交流 所以有这样的风气啊 难怪啊 出的素质这么起 所以任何事都没有偶然的 因为这一个乡镇啊 抓到了学问的根本 根本在哪 孝跟剃啊 每一年要去跟长者拜年啊 是对我们说的 对尊长的恭敬 也是若使出则替啊 所以孝替野者 其为人啊 人之本 仁爱的人啊 所以自然而然 长养他处处替人着想的心 所以我们从这里也体会到啊 德行好的孩子 成绩啊 怎么样 一定好 而且他们的好啊 不是逼出来的 是自动自发的 所以长养孩子这一些重要的态度啊 对他一生成就啊 至关重要 所以第二点 是爱敬重尊长 第三点我们看一下 与人为善跟劝人为善 与人为善是跟人家一起做 诸位朋友你们现在就在行善 在与人为善 我们现在一起在演一出戏 就是一起啊 学习中国圣贤教会 假如诸位不来听 只有底下只有两个人 我没信心我讲不下去了 那戏就唱不成 所以唱戏的跟底下看戏的 才能把这场戏演好 这个叫功德平等 所以我曾经在看一幕啊 电视有一部很好看的连续剧 叫孔子传 这部片子太好看了 我每一次看了都哭得 太感动了 但是那种哭哦 每看一次好像你的心灵啊 就清澈一次 香港有没有卖啊 没有卖啊 那有机会我们代购 我都快要变成孔子传的 这个批发商了 我每一次啊 去商店里面 我就跟他拿八套拿十套 那很快就送出去了 我在海口买的 105块人民币 孔子传很好看 拍得非常非常好 其中有一幕啊 是一大堆学生 来到孔子的家里啊 来接受孔夫子教诲 那另外有一个幕后的大功臣 无怨无悔的帮忙 孔夫子教学 无怨无悔的招待这些学生的三餐衣食住行 哪一位 就是孔夫子的太太啊 当他在帮孔夫子的学生摇东西的时候 都是笑脸迎人 我说啊 夫子的太太啊 跟他所做的事啊 功德啊 平等 因为那一份心啊 都是念念啊 希望学生能怎么样 成就学问啊 所以当别人在做好事啊 我们同样啊 非常欢喜跟他一起做 跟他随喜功德啊 那无恶无别 所以当别人有善行的时候 我们行有余力啊 去帮忙 但是假如真的不行 刚好你的时间又不允许 这个时候啊 你发自内心去赞叹 去随喜 那也是啊 在行善 在与人为善 在这个时代当中 善人常得棒啊 好人啊 常会被批评 为什么 因为好人在做事啊 其他人看了 眼睛怎么样 很不舒服啊 人实在 人太好啊 他好像觉得压到他 所以他有时候就用言语啊 去嫉妒 去障碍 所以好事不容易成 好人啊 常会被批评 这个时候啊 我们也能适时的 给予这一些同事 这一些好朋友 给他一些精神鼓励 用你的言语也好 用你的肢体也好 假如你看到一个老师 非常认真教学 结果都得不到众人的掌声 我们要主动啊 去拍拍他的肩膀 这种事我常干啊 哎呀教育就是还有 还有你们这样的老师 所以还能够毅力不咬 他本来已经快要很疲累了 突然一听了 抬头挺胸 更鼓舞他 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 人家的打气 人家的关怀 所以你去鼓励啊 去赞叹呢 这也是与人为善 再来劝人为善 各位朋友用什么劝 你们的水平这么高 可以用言语劝 我们说一时劝人以口 百事劝人以输 你能够写下很好的教诲 就像袁了凡先生一样 就传了几百年了 那劝人以口 我们在前面有提到 劝人的时候 要先审时夺势 要先有足够的信任 足够的付出 再劝 在劝言语的时候 还要观察时机 你也不能信冲冲的就劝 要归过于失事 当你这一些智慧都够的时候 劝人的效果一定会很好 那百事劝人以输 那一个人要真正能有输 传誓 不是你会写词就会了 根本问题还在立德 在立功 用你的德行 用你这一生 好好的做一些利益社会的事 而当你把这些利益社会的事 做出来 人家会觉得你是 真才实学 你所留下来的文章 人家读起来才会觉得很扎实 才会觉得很受益 很折服 所以要留书啊 也要从现在开始 好好立身行道 现在人用口劝好不好劝啊 对所以劝人也要了解现实状况 所以我们早上提到啊 大人的世界里面啊 人们不会听你说什么 人们只会看你做什么 所以学弟子规 不是去叫人家做弟子规 学弟子规啊 是自己一定啊 要先做到 当你做到 胸道友地道工 你的兄弟就开始感动了 当你做到 东则温 下则静 你的父母就开始感动了 当你做到 凡事人皆虚爱 接触你的人都如暮春风啊 你劝他的时机就怎么样 就成熟了啊 所以要为人演说 演在前面演漂亮了 再来说 叫知所先后 折静劝人之道义 好那这一节课就先到这边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行善 行善第一个爱敬存心 有这一份爱敬之心 你的行为都在善之中 都在德之中 那第二个我们要敬重尊长 对于长辈 对于有德行的人 我们要恭敬 我们要恭谦 对待他们 第三个 与人为善 与人为善 我们有这一份心 时时去帮助别人行善 可以从态度上 从言语上 甚至于 他出力 你出钱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这也是与人为善 第四个 劝人为善 刚刚也提到 可以用言语劝人 可以用书本劝人 而现在这个时代 最重要的 要用行为 德行 来感化人 才能够劝导他人 在古代 很多的圣贤人 他们 很懂得 劝人之法 所以 古代有一位贤者 叫管宁 诸位朋友 有没有听过 管宁歌席 这个管宁啊 跟他一个同学 叫华音 两个人一起读书 这个屋外啊 刚好有人 可能是娶妻啊 很热闹 就有一些热闹的 敲锣打鼓的音乐 传过来 这个管宁啊 继续看他的书 他的朋友华音 马上啊 站起来 到窗户里面 东看 西看 现在这样的孩子 多不多啊 一有风吹草动啊 马上就不专心 当这个朋友回来之后 管宁啊 拿了一把刀 从中间画过去 从今天开始 我不跟你交朋友啦 这个管宁啊 很会从细微之处 看出一个人往后的情况 因为啊 这么一点点声音你就 心就静不下来 那你读圣贤书啊 绝对很难啊 契入进去 另外有一次 两个人刚好在 劳动在种田 地上啊 有一颗小小的金子 这管宁呢 继续挖土 后来华音一看到 马上把它捡起来 也就是说啊 读书人对这些金钱啊 纵使摆在面前 都不动如山 这个华音一看到起来 马上啊 整个心境啊 就觉得很幸运 捡到了一块小金子 所以范仲淹先生 当初 他在一间寺庙 读书 偶然的机会 发现了一堆金子 他那时候还是很穷啊 我们说的 沾粥糊口啊 煮一锅粥 煮完之后啊 让它自己干 就粘在一起 变一大团 再拿刀啊 切开来 一餐啊 吃一块 这么穷困的状况 发现了一堆金子 怎么样 赶快去买巧克力来吃 完全不为所动 把它买好 后来考上公民 为人民服务 尽心尽力 刚好 有一个姻缘啊 这个佛氏啊 知道他已经功成名就 就去找他化缘 范仲淹说 好 我捐多少钱 然后啊 听的人很惊讶 你现在也没这么有钱 他说你到寺庙里的某一个角落 去挖 那里有一袋金子 所以真的去挖 就是那一袋金子 所以一个人还没有名 没有利的时候 他还对名利啊 都能够不为所动 这个是读书人真正的功夫啊 叫贫贱不能予啊 富贵不能赢啊 所以他有这样的功夫 才能够在这么复杂的商场 在这么复杂的官场啊 现在是商场官场啊 都不容易啊 能不能百花从中过啊 片叶不沾身啊 这个没有真实德行 我看是过不了关 所以确确实实啊 这些读书人是把根啊 有扎下去 那管宁啊 他看到的朋友啊 这一些纯心 这一些习气 他可以归看到他往后 假如进入官场啊 会怎么样 会危险啊 我们说啊 百一百万在面前不动 百一千万在面前 怎么样 还不动 百一一上去呢 考虑看看啊 所以人对于彩啊 没有真实明白道理 很有可能会经不起诱惑 所以学问还是要扎得很深才行 那管宁后来当官非常认真 也很清廉 他也实时观察啊 人民的状况 有哪一些必须叫化 刚好他发现 他管理的这一地区的人民 会为了打水啊 会争来争去 甚至于会动手打起来 因为井很少啊 所以大家排队到最后就纷争 他呢没有当面过去制止 他又去买了很多新的水桶 然后天还没亮啊 自己跟一些下属啊 先去把这些水啊 打好 放在井旁边 很多的人民本来打算来 哎呀我今天四点半就要去 好不然又被人家占位置了 每一个人要去的时候都是什么 只想着自己赶快啊冲啊 可是到了井旁突然看 人家都帮我们什么 打好了 突然回想啊 每一天争来争去的场面啊 每一个人开始升起什么 惭愧之心啊 所以由于管您这样的父母官啊 他懂得用善巧的方法 唤醒人民的 惭愧心 所以整个乡里啊 整个互相帮忙的风气啊 就慢慢形成 所以劝人 确确实实要有 高度 智慧 我在跟 盧叔叔相处 这段时间当中 也看到了很多啊 他劝人的智慧 我记得在澳洲的时候 我们是八九个男人一起住 八九个男人住一起会怎么样 会很乱是吧 不是我干的 那每一次啊 大家聊完天磕瓜者啊 吃很多东西 结果啊 桌上也一滩 地下也一滩 洗手台也一滩 怎么办 这个时候不需要去找孔明吧 怎么办 我看到盧叔叔啊 一句话也没讲 开始啊 动手啊 把任何一个地方擦得一尘不染 连那个洗手台 他整理完之后 一滴水都没有 最后一滴也被他用抹布擦掉 干干净净 第二天 还是一样啊 好几滩 盧叔叔又不动声色啊 全部啊 从头做到尾 就这样做到了第五天啊 那一天 大家又在那里吃东西的时候 有一个人 就破口大骂了 他说人家每天搞得这样干干净净的 你们这是什么态度 还搞成这样 哇 结果所有的头都低下来 从此以后啊 就没有这边一滩那边一滩了 盧叔叔有没有讲 没讲 他用啊 以身作者 他用自己啊 先从自己做起的态度 唤醒了别人的羞耻之心 然后呢 还借别人之口啊 达到了欠大家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德行啊 去感化他人 那我也看到啊 盧叔叔确实对每一个人都很关怀 确实是这样 我们去了好几个年轻人 他都很提拔 但是啊 我得到的利益最大 为什么 别人要帮你啊 还要你什么 你肯接受啊 不然纵使孔子站在你面前 也没用啊 要有受教才行 所以我很感念啊 他给我的教诲 所以他就每天啊 手把手呢 教我 带我去散步的时候呢 一边散步一边 很多他人生的智慧啊 就点点滴滴告诉我 那其他的年轻人啊 他都有去关怀去劝他 但是年轻人现在有一个弊病啊 傲慢 还没本事就傲慢 哇 这对我们年轻人来讲是致命伤 所以很多的机缘啊 当面错过 我是觉得很替他们惯醒 所以要用善巧的方法 要用智慧啊 去劝人为善 不知道这位朋友还记不记得 有一位大臣 因为国君啊 跟他的母亲 产生很大的冲突 就是郑庄公 结果就告诉他母亲说 不到皇权 不相见 这个狠话一讲啊 你人生可能会一辈子遗憾 他这位大臣叫银考淑 是有名的孝子 所以银考淑看国君讲这样的话 事实上他已经后悔了 但是啊 因为他是国君啊 什么最贵啊 面子最贵 所以自己也 又死不认错 这个时候啊 银考淑非常善巧啊 去劝他 假如没有高度智慧啊 可能会被国君怎么样 都骂杀了 那就是暴君啊 但是这银考淑很有智慧 他就啊 拿了一些稀有的东西 送给郑庄公 那因为古代的礼啊 大臣送你东西 你要礼上往来 你当然要回礼啊 所以回礼耶 银考淑已经算到 一定会请我吃饭 所以国君就请他吃饭 请他吃饭的时候 银考主就把一些好吃的 拉到旁边不吃 这就是啊 制造机会 给郑庄公啊 所以诸位朋友 有时候要制造机会啊 给你身旁的亲友 就像鲁叔叔 他自己跑过来说 我也要当叔叔 他这样一跑过来 就制造机会给我 所以这个都是很善巧方便啊 我们说啊 内行人啊 看门道啊 所以呢 他可以推演出来 国君会请他吃饭 那吃饭的时候呢 他又做了这个动作 郑庄公好奇 你为什么不吃这些东西 他用很真诚的心告诉郑庄公 他说我们家好吃的食物 一定是我母亲先吃 我才吃 而我母亲从没有吃过啊 国君您吃的食物 所以我一定要行我母亲先吃啊 我才能吃 这么真诚的孝心啊 讲出来 郑庄公听了很感动啊 突然回光返照 你都有母亲可以奉养啊 我怎么样 现在面子太重啦 没机会啦 当国君有心悔改的时候 这个时候陈明啊 给他建议的时间 基点 这个机会点就出来 所以 尹考卒就想了一个方法 说找一个山洞啊 往地底下挖一条隧道 然后门口写着黄泉 那不就在黄泉相见了吗 而且啊 我相信啊 尹考卒这个动作啊 绝对不是 只为了让他母子相见 读书人的视野非常宽广 他了解到 一个国君做错事啊 会影响一个国家的风气啊 所以这一件事 他是责无旁贷 一定要把他的国君劝通啊 不然到时候 政国的这些人民说 连国君都不笑了 我干嘛笑 那还得了啊 所以赶快劝国君 赶快让国君啊 迎着他母亲 回到自己的国来 好好侍奉 他的母亲 整个国家的风气啊 就会变化很大 所以确确实实 劝人为善 要有善巧方便 而这个善巧方便 绝对不是说 你一定要刻意去学 这个善巧方便啊 还要看你 是不是真心想帮人 只要你有这一颗真心啊 方法一定可以找得到 所谓 所谓 事有百折不恼之真心 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啊 你有百折不恼 要帮助别人的心 你就会有很多啊 好的灵感啊 都会出来的 所以我们教学的人 就很有这种经验 很想帮学生啊 但是教学之力还很浅 往往有时候在刷牙的时候 突然就怎么样 想到一个方法 因为啊 我们把这一件事啊 放在心上 想去成就学生 所以根本还在我们的真心 第五个 成人之美 成人之美不只帮助别人啊 还成就了自己的德行 当我们懂得实时欣赏别人 也就把我们内心一个很不好的习气啊 一点一点把它铲除 哪一个习气 嫉妒啊 见不得人好啊 心里不舒服啊 这个嫉妒啊 是很复杂的 嫉妒当中 可能还含有我们的傲慢 所谓文人相亲啊 学问应该是越来越宽广 心量越来越宽广 绝对不是啊 越来越自以为是 所以当我们处处见人为善 就在成就学问 就在让自己的心啊 越来越宽 所谓量大 福就大 你的福有多大 是看你的心量 来决定 所以一看到 别人有小善 我们竭尽全力啊 去帮忙 去成就 你也跟所有 可以借由这一件事 而得到帮助的人 广结了善缘 所以我面对我的同事 面对我的同学啊 我都格外恭敬 因为他们都当老师 以后啊 他们要教几百个学生 所以我供养他 送给他一本好书 我都很高兴 因为好几百个人 要因为这一本书啊 得到帮助 而当你真正有那一份心 对他好 他有没有收到啊 有没有收到 有没有收到 诸位朋友 人跟人的互动 绝对不是 要言语 要见过面才有互动啊 我们常觉得说 诶 这个人怎么第一次见面就 这么亲切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当我们啊 那个心里面的念头 就希望大家都好的时候 你的人缘就特别好 因为你的心念啊 已经送出去了 你的脑波啊 已经送出去了 所以母子同心啊 你假如很在乎你母亲啊 你母亲的脑波 你能不能收到 行啊 所以我在这一年多来啊 我的心非常平静 我第一次回家四个多月一进门 我第一句话跟我妈妈说 我说妈 你的修行不错 我妈就傻了 第一句话就跟我 我儿子就这么跟我讲 他就摸不着头绪 我说妈 这四个多月以来啊 你儿子全心全意工作 心里啊都不会杂乱 不会烦恼 我想啊 这四个多月以来 你都没有乱担心我 所以我才能心这么稳 我妈妈咧笑一笑啊 没讲话 我妈妈只要烦恼了 我就不舒服 结果刚好前三个月左右啊 有一天我睡觉 心脏不舒服 我没心脏病啊 一不舒服 但是已经半夜十二点了 我想说明天再处理 结果隔天啊 我就打电话回家 我妈说啊 昨天半夜吃错药 这个是真理啦 母子连心 而当你真正啊 是打从真心去关怀别人 别人的需要 你都可以感觉得到 我们常常会发生一件事啊 跟你很要好的朋友 你突然想到他 他电话就打过来 有没有 收到了嘛 就像电视频率一样嘛 那为什么很多人都收不到 烦恼重生啊 一个全部葬住了 通通进不来啦 所以都搞不清楚别人需要什么 所以当人的心量越大 你就越能够啊 感受别人需要 人家也越能收到 你对他的关怀 这个你都可以去做实验的 人生要去印证真理 所以因为我很欢喜啊 能够跟这几十位同学 一起读书 所以我记得第一天上课啊 我去得特别早 大伙还不认识啊 我一进去 因为刚好暑假过完 整个办 教室里面的桌子怎么样 髒嘛 两个月了 那个灰尘都很髒 我们脑子里突然想到啊 因为师范院校啊 女同学多啦 我突然脑子里就想到呢 这个女同学走来 哎哟 怎么这么脏啊 然后她还要揍着眉头 从这个包包里面拿出什么 紫巾 紫巾 然后一边插 一边在那里生烦恼 有没有 我们有想到这一点呢 我就赶快啊 到厕所啊找一找 找到了一块抹布 我就开始啊 把所有的桌子椅子啊 全部插好 插完之后啊 还没有同学来 因为啊 我读书的地方 离我们家啊 比较远 所以我都搭 最早班的火车去 插好之后啊 每一个同学来 一来呢 很舒服的就怎么样 坐下去 结果啊 我们每一个同学啊 跟我都相处得很好 连男同学跟我相处也很好 我们说啊 这个男人跟男人要相处好 也是门学问啊 就无形当中 因为你念念啊 确确实实都很尊敬他 都很关怀他们 所以自然而然啊 那无形的交流 就在进行当中 所以成人之美 当你看到呢 他们往后啊 都要 交出育人 这个时候你就 点点滴滴啊 能够去帮助他 成就他 成就他的交出生涯 他的孩子受益 你也觉得 很愉快 很愉快 很快乐 好 这个是成人之美 再来救人 危急 人生都有起起伏伏 当别人在危难当中 他的内心 是最恐惧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能伸出援手 他会非常感谢 他会非常感谢 什么时候是危急啊 凶杀案 凶杀案啊 受伤 受伤的时候 受伤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 这个时候内心比较脆弱 比较脆弱 所以应该啊 我们能及时 去关怀 他可能在经济上 有困难 我们要及时啊 给予帮忙 所以在朋友 有意当中 我们也提到了 朋友除了关怀之外 还要有通才之意 刚好他临时周转不过来 他的父母也好 或者家里人又需要 这一笔钱 我们这个时候要 给予帮忙 而当你 人生处于危急当中 自然就有 很多人啊 来协助你 我记得 我大学毕业 两三年的时候 刚好有一次啊 需要一笔钱 我去跟我一个 初中的同学借钱 我跟他借了 应该也是比树木 他带我去领钱 领完钱之后啊 就跟我又走了回来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为什么不问我 为什么跟你借钱 他说借你就借你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这是朋友的信任 达到某种程度啦 所以当我们有危难的时候 会有很多朋友来协助你 甚至于啊 不会想说啊 要跟你问清楚 或者不会想说 还要跟你要回来的时候啊 那是你做人啊 很有道义啊 做人在实实处处啊 也是尽力有在帮朋友 你才能啊得到 这么多朋友 给你的支持 那人生啊 他应该要懂得 防围杜鉴比较好 假如常常人生一大堆 所谓危急危难啊 那会疲于奔命 所以救人啊 最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把圣贤教诲啊 介绍给他 一个人从思想开始改变 才不会把他的人生 经营的危机 是福 所以你能解朋友一时的危难 能不能解他常常的危难啊 不可能 所谓救急啊 不救贫 贫一定贫在思想观念 所以你一定要把圣贤 做人做事的道理告诉他 要告诉他 勿为难 告诉他要懂得啊 提升自己的能力 要懂得去挑战自己 当他自己有工作能力 有应对事情的智慧 那他一辈子啊 才能 减少 遗难 遗难 发生 所以救人 遗难啊 根本还在 给予他 正确的 做人做事的道理 那刚刚这六点啊 最主要都是讲到 对人方面 那我们接着看 在事情方面 有哪一些 也是需要我们去 行善去付出 好 心见大力 心见大力 在古代 我们都说啊 有很仁慈的圆外 常常都是造桥铺路 铺一条路啊 能够让多少人得利益 像我们中国还有几千年的桥 那利益多少人啊 那数不尽啦 这个是心见大力 让人方便 还有一些圆外 找来很好的老师 然后教育啊 他这一个相当的小孩 这个大力啊 长长久久 因为这些孩子 明白圣贤道理 他往后可以造福社会 他往后还可以传承 这些圣贤教诲 给他的子子 孙孙 所以半教育啊 是长远的大力 长远的大力 范仲淹先生 他家里啊 有一块非常好的 宝地啊 我们说的可能是龙穴啊 你会拿来做什么 赶快把祖坟怎么样 葬在这里 看以后能不能出一些大关 范仲淹先生没有这样想 他马上啊 把这一块地啊 捐出来盖学校 这个在苏州啊 这一间 这一块地 现在是一个高中的孝子 而将近一千年来 出了将近四百个进士 八十几个状元 你看 心见大力啊 不为自己啊 为受 让更多的人 在这样的风水当中 在这样 我们说的衣山傍水啊 他读书就效果特别好 所以心量越大 福越大 所以他子孙都已经一千年了 现在家道啊 还很兴旺 2002年全球华人 聚集到山东区域 独送中国的经典 邀请了范仲淹的敌传的后代 他是特别来宾啊 上台唱了一首歌 叫做《岳阳若记》啊 后代子孙啊 感念老祖宗的教诲 把他谱成了一首曲 当他的子孙唱到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相信范仲淹在天之灵 一定会觉得 我的做法是正确的 所以他有这样的心境啊 才能够做出 这么大利益相礼 甚至利益这么多代的中国人 那只要啊 是利益他人的事 就是我们举手之劳 要尽力去做 你可不能说哇要大利 我们钻找那个要影响很大的 那你身旁的就不用干了 所以一定是处处替人着想 你往后啊才能处处替众人着想 都是从小处着眼 所以物以善小 而不为啊 那我们常常走在路上 我们在海口的街上 会发现很多这么大颗的石头 摆在行人道上 有一些民工 大家大伙聚在一起聊天啊 聊完天之后 这石头啊就没搬回去 那太阳下山了 整个路啊就看不清楚 假如刚好有一个人在打行动电话 聊到一半突然怎么样 哇踢到了 可能就跌了一跤啊 所以啊我们跟很多老师啊 遇到这种情况一定啊 把石头啊搬到旁边去 这也是利益别人的行走 有时候那个工地啊 那个竹子没有考虑好 整个尖尖的竹子怎么样 都已经挡到这个行人道上来了 所以人假如有时候不小心啊 不注意可能就撞到了 我们就赶快啊 地上找一块红布 把它怎么样 绑上去就很明显啊 所以我们念念能够去考虑到别人 就是在利益他人 今天你刚好 骑脚踏车 或者骑摩托车 看到一颗石头在路上 哇你赶快闪一下 拉回来 突然觉得好险啊 没压到 那接下来怎么办 很多人还在骂那个石头 谁丢的 那就走了 我们要存心仁厚啊 你能闪过去啊 后面的人假如今天刚好情绪很急躁 骑得特别快啊 他就怎么样 闪不起啊 一闪不起可能就要 有祸患上身啊 假如他是为人父的 身体出状况啦 那一个家就出状况 假如是一个孩子啊 出状况呢 他的父母就很难受啊 所以我们能 自己能免于这一个 这个祸患啊 也要想到 让别人啊 也不要遭这个祸患 懂得啊 把他拿掉 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 楚庄王有一个 很有名的 臣子 叫 孙淑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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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很仁慈 有一天啊 他看到了一条蛇啊 有两个头 双头蛇 他马上啊 把他打死 打死完之后埋起来 然后就哭哭啼啼回家啦 就哭哭啼啼回家 因为啊 他们那一个地方 有一个传言 只要见到双头蛇的人 一定活不了 所以他一见到啊 他不希望别人再见到 所以把他打死之后埋好 但是啊 他小时候自己活不了啊 所以啊 对父母亲不能敬孝 那时候他年纪还小 所以一路啊 就哭回去了 结果他母亲听完啊 很高兴 我相信他母亲也是 懂道理的人 她说啊 你这个念念就是为别人 不会有难的 别担心 后来啊 这个孙淑敖 当了楚国的大臣 也很得到啊 楚庄王的信任 所以 从这里我们看到 只要你念念啊 想着要利益他人 这样就是在行善 就是在积福 所以心见大利 再来 舍财作福 这个财啊 分两种 一种是 财务 钱财 另外一种 是你的劳力 你的经验 这属于内财 财务跟钱财啊 属于外财 用内财外财啊 都可以去 积我们的福分 那其实 内财啊 比外财更难 今天我们在 香港啊 要叫人家捐50块很容易 要叫人家当义工一天 很困难 所以难行能行 福报就大 所以当我们时时处处啊 懂得不吝啬 懂得观察别人需要 那你就时时在舍财作福 当我们来到这里 看到别人正在忙 我们就主动啊 去协助 这个都是用我们的劳力啊 去 付出 一个人付出的态度啊 绝对不要等到人家开口 因为啊 现在人很不好意思啊 麻烦别人 尤其在大家都是 义工的状态之下 人家也不好意思找你 这个时候你又能懂得 时时看到别人的需要在哪 那我们在这个团体当中啊 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也会和乐融融 所以要懂得 时时看到别人的需要 舍财作福 好 那诸位 诸位朋友 假如我们有很多圣贤教诲啊 那你自己得利益了 也可以拿着这一些 圣贤教诲去送给朋友 你也是用你的劳力啊 去服务他们 因为现在人忙得不得了 连踏出去家门的这个 时间都没有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为诸 众人做 不请 之友啊 所以现在人 确确实实啊 要闻到圣贤教诲 太难了 太难了 诸位朋友都是有大福之人 人生第一福啊 莫过于能闻 圣贤教诲 所以我常常啊 人生一想到这一点啊 就觉得 一切都值得了 李秉兰老师啊 他告诉他的学生 我这一代啊 是跪着把圣贤学问接过来 你们往后这一代啊 要跪着把圣贤学问送出去 哇那讲的真是深刻啊 你现在还要 学生主动来 来跟我们要经典啊 你现在还 能够去苛求一般的人 能够主动的来学习圣贤教诲 不容易啦 所以这个时候 要主动 出局啊 当然你演得好啊 你主动出局啊 效果就会好 所以我们也是 处处啊 能够去主动服务他人 再来护持 正法 正法就好像每一个人的眼睛一样 他能闻正法 才能知道 是非善恶 邪正 好坏 这样 他才有人身正确的判断能力 所以正法是众人的眼目啊 我们常常也听到 天不生 种泥 万古如长叶 上天假如没有 让夫子啊 来叫化我们 那我们没开智慧啊 那我们没开智慧啊 人生就 好像黑暗一片 所以 闻到正法 我们就有责任 有使命啊 要把它传递出去 那你护持正法 好 坐在这边听讲 就是护持正法 那往后 我们 香港有一些 年轻的老师 有一些 有心的老师啊 他可能会 发愿啊 来讲学 他可能去 一些社区啊 跟孩子讲学 他可能会 找一些地方啊 跟家长 谈这些 家庭教育 谈弟子规 这个时候啊 我们一有空 就去听他讲 用我们呢 渴望的眼神看着他 他就比较有信心了 不然都没人听了 他讲到最后都没信心了 一个人 要能够 有很好的 演讲能力啊 都是万丈高楼啊 平地起 假如 我不是讲了三百多场 假如我第一场 就到这里来 可能诸位听一个小时就走了 那我就从此怎么样 就可能就断语而归啦 所以我们看人啊 不是看他目前的能力有多少 而是看他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真心的 真心的啊 你要支持他 真心的进步会很快 而你这一份支持啊 就是护持正法 而且你护持正法 跟演讲者的功德 无恶无别 所以我们香港以后啊 一定会正法久住 所以大家要护持正法 再来最后 爱惜悟命 对于东西 对于生命啊 都要爱惜尊重 不能伤害 所以在 道家的经典里面有提到 举步 常看 虫乙啊 这是确确实实很仁慈啊 爬山的时候 脚抬起来看哪里 看看底下有没有一个蚂蚁 哇 到时候你一踩下去 可能几十条命都不见了 举步都能常看虫乙 我们很多喜爱爬山的人啊 在爬山当中啊 也在掌养他的修养 因为他觉得啊 我到山上 我是客人 山上的所有的动物啊 是主人 所以他一看到蜘蛛网啊 他都会绕道 而行 不要把人家的家给砸了 我们需不希望 我们的家被砸了 啊对啊 那动物的家 你也应该尊重啊 现在很多小孩啊 看到路旁啊 卖那个刚生出来 没有多久的鸡啊 鸟啊 能不能买 能不能买 有人买啊 他就拼命抓 拼命抓 很多动物就骨肉分离啊 骨肉分离 对于这些动物来讲 是很痛苦的 所以在 历史上 曾经 有一个读书人啊 杀 杀死了一只小鹿 结果他的母亲走过来 之后呢 也躺在那里死了 之后呢